學校附近總有些特色知識 份量多 價格便宜 口味新盈 深受學子喜愛 高雄女中附近這家板烤吐司 把客家蜂肉夾進吐司裡 傳統的蜂肉是用五花肉來製作 但是我們以前在研發這個菜單的時候 用煮五花肉下去夾吐司 整個吐司裡面會太油 吃起來會很膩 改用豬後腿肉做的滷肉 夾進吐司前要剝成一絲一絲 吐司先抹自製的蒜香起司醬 擺高麗菜絲 再放上滿滿的滷肉絲和現煎煎蛋 我們也特別選比較厚的吐司 那它夾起來裡面的份量就很夠 夾好內餡吐司以200度夾烤成金黃色 就是熊女學生喜歡的蜂肉板烤吐司 蜂肉軟嫩不會太鹹 還有淺淺的蒜香提味 加上面包外酥內軟 味道很讓人喜歡 除了蜂肉吐司 店裡新推的起司吐司 吐司裡夾了四種起司 並以七味粉調味 板烤後切成四塊上桌 讓同學彼此分享 好吃之外吐司牽絲效果十足 總引來陣陣驚呼聲 熊中這邊有加滷味飯 生意相當好 滷蛋 豬耳朵 海膽 粉腸 豆干 雞腸和米血 淋醬油和薑絲 搭配白飯爬入口十分飽足 炒飯雖然料不多 但目測至少有一碗半的飯量 再餓也不怕吃不飽 也難怪還在長的高中大男生會喜歡了 洞西烏安 高雄報導 少女好 死鬼 死,死bab 死,死,死,死 是死,死,死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